在设定电子Bud的时候,在PL系统里面登录后台的时候记得到这一个Level1的Marketing Suite 这边有一个Autoresponder,进去之后呢,记得要选取我们要的一个Campaign 就是我们要发现的类别,因为每一个类别里面都可以去创建跟进新建 那我的跟进新建呢,这次示范的是每日一句英语教学 然后挑选好了这个Campaign之后,Add Follow-up去新增你的跟进新建 在新增跟进新建的时候呢,就是在这边输入你的跟进新建 那如果输入完毕的话呢,它会自动跳到Follow-up这个系列新建里面去 它会有列表跑出来,这就是我之前新增的系列新建 这是订阅的时候发出的第一封信,所以写零天 也就是说它一旦订阅之后,在这个网站订阅之后 那系统就会送出第一封信件,感谢它 然后呢,隔天每天会送出一则 每天会送出一则每日一句的影片给对方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里面是怎么制作的呢 好,假设我现在已经新增到第二个礼拜的第六篇 然后我现在新增第二个礼拜第七篇 我就只要在最后一封信的这里按一个加 它就会直接把它插入到最后一封信去 那如果你要在这两天之间插入其中一封的话 你就在上一封这边按一个加 那因为我的信件是每隔一天发送一封 所以我如果在这中间插一封进去会很奇怪 因为它并不是每隔三天或两天 我是每隔一天 好,我现在在最后一封按一个加号 然后我现在去输入,对,因为我要跟上一封的主旨类似 我就把上一封的主旨copy起来 然后再去按新增一封 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那我要新增第二个礼拜第七篇 所以我主旨改一下第七篇 然后我去找到我的第七篇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我要po上去的文章 然后我就把网址复制起来 我先把它贴到我的内文里面去 然后我要在我的信件里面夹一个看起来很像影片的图片 注意哦,看起来很像影片的图片 所以我在这一个 其实我这一个文章里面 我第一个是放一张图片 这是图片,不是影片 那第二个我才是真的插入影片 你看 第二个才是真的是影片 那为什么我第一个要插入图片呢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我要按右键 然后把它复制影像 然后我要把它插入到我的电子邮件里头去 贴上 对不起,用Ctrl-V贴上 好,这样就贴上了 放置这个图片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希望人家让他感觉他看起来像影片 所以他会想要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才能够连到这一个网站来 增加这个网站的曝光率 而且可以看到实际上的影片 那我们在这一个图片上面呢 我们要连到这个网址来 所以我先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好,如果你用滑鼠操作的时候 他常常会出现警告的讯息 那我不要用滑鼠操作 我就用Ctrl-C 如果你是Mac的电脑的话呢 你就按Cmd-C 那我先按Ctrl-C键就是复制 然后我现在在滑鼠点选这张图片 然后按这个超连结 按下去之后呢 会跳出这个画面来 这画面就告诉你说 我的Link的URL 我要连接到哪里去 所以我在这边按Ctrl-V贴上 如果是Mac的电脑 请你按Cmd-V贴上 然后我就按 Insert 插入 这时候呢 这一张图片 点下去的时候 就会连接到这个网址去 然后呢 这是一封HTML的信件内容 所以对方可以看到图片 但是这个PL系统 它有一个 比较贴心的设定就是 你必须还要再设置一个 存文字的 text message 存文字的 因为有些outlook 或者是其他收信软体 它不支援 或者是它锁定了 比如说公司行号 常常会去锁定员工 不能收取有图案的信件内容 所以它还要让你去写一个 存文字的信件 那为了方便 所以我在这边按Ctrl-A全选 Ctrl-C copy 然后再到这边去Ctrl-V贴上 就这样子 图片就不可能贴上去 只有纯粹文字而已 然后再按一下add 这时候你要确定一下 你的send after就是跟前一天隔几天 我隔一天 因为我是每天发送一封信 然后我在这边按下新增 好这时候最后一封信就是我刚刚新增的2-7 所以我的每日一句英语教学到目前为止 已经安排到了2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第7天 所以通通就是有14封 14封信件 每天会收到一封 只要你在这个网址 www.oneononeenglish.net 右边填写你的姓名 Email手机送出的时候 那你每天都会收到一封信件 那一封信件点一下就会连到这个网址来 那每天都会连到不同的网址来 所以就会看到不同的英语句子的教学 我是刘奶爸 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应用的实际案例 来了解PL系统到底怎么去使用 你可以把它用在各行各业 都可以使用这个PL系统 连续发送的跟进信件去跟进您的客户 也可以应用在教育训练 像这样子每日一聚 或者是新京员工的教育训练 每天一折 也 goog了 身边就像不消 用不消 爍在不消 但是 请 général 已经是小的 寂寞 感谢观看